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不信鬼神 但这天却时常听见宝中传出声响 好奇兴起的顾省斋提灯前往宝内 只见宝内芦苇丛生 因其逼人 顾省斋缓步前行 天边忽然电闪雷鸣 行至宅内 顾省斋发现后院不远处传来阵阵火光 但要查看之际却踢中了机关 引起一遍倒塌 顾省斋快步向火光处走去 发现生火痕迹 在不远处的草屋之中点燃着烛火 似乎才有人刚刚离开 忽然屋顶有人影快速闪过 顾省斋在惊慌之中伴随着雷声追了上去 在奔跑时却撞见了娘亲 随即被训施一番后回到家中去了 微光中却看见欧阳年一脸狐疑的望着顾省斋离去的方向 一日 大雨 欧阳年继续来到顾省斋的画铺画像 和顾省斋问起静主屯堡闹鬼一事 顾省斋想起前晚的景象 心有欲记地拿出道符与木剑 去屯堡门前贴了起来 此时堡内走出一个冷落冰霜的貌美女子 顾省斋不由心头一颤 此人是临时借住在堡内的杨姑娘 家中一品如洗 只能暂住在鬼屋 只听花心知名的杨姑娘说 自己在堡内还住着80岁的中边老母 这不禁让人牺牲疑惑 顾母觉得杨姑娘母女无依无靠 自家虽也清贫 但相比起来还是要好处许多 便要替儿子向杨家提亲 顾省斋听后自时喜出望外 等待母亲张罗自己的终身大事 第二天顾母去杨家提亲 要顾省斋等待喜讯 顾省斋却始终觉得在堡内有些蹊跷 便再次进入堡内查看 在大堂内顾省斋发现了不好的机关与木工 此时天边乌云密布 顾省斋只好快步离去 却撞见了一脸怨气的顾母 顾母声称杨姑娘自称有难言之隐 不肯成亲 顾省斋又再次被母亲唠叨 靠去功名仪式 天将下雨 想是去不成世纪 顾省斋就随母亲早早回家 家中却看见欧阳年不请自来 三人攀谈了几句 欧阳年交付话前就冒雨离去 进入吞邦小路旁 欧阳年与算命瞎子石先生擦肩而过 此人好生面善 欧阳年叫住石先生 石先生只问是谁 欧阳年轻呼一声石将军 随即出手将其击倒在地 石先生起身大呼救命 欧阳年急蒙上前 正要痛下杀手 顾省斋母子听到呼声赶了出来 只见石先生满面鲜血 却说是雨天陆华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二人将石先生掺到同堡门前 杨姑娘闻声出来帮忙 躲在书后的欧阳年 看见杨姑娘后便迅速离去 杨姑娘要顾省斋去找些干柴 见顾省斋被支走 装下的石先生要杨姑娘 将预洗一事去通知鲁丁安大夫 但已被早有察觉的顾省斋在暗中瞧见 一日顾省斋带着昨夜受了风寒的母亲 去刚来小镇数月的鲁丁安大夫看遍 杨姑娘正在顾省斋家中帮忙家务 被来到顾家的欧阳年正巧撞见 欧阳年惊讶之于 问杨小姐是否还记得自己 杨姑娘摇头之后 不做理会走进了房间 欧阳年小心逼近 却在瞎小卧室中跟丢 此时窗外呼吸一僧人身影 欧阳年惊慌之下仓促逃走 母子回到家中 惊婚未定的杨姑娘紧忙召看顾母 夜里顾母又爱叹顾省斋 与杨姑娘的亲事不成 以为杨姑娘嫌弃顾家清贫 忽悠想起儿子多半是受了 已是多年亡夫的影响 读书一生却不愿去考取公民 眼见顾家延续香火窝 顾母悲痛中来 喧火二字 似是提起了杨姑娘的伤心之事 便回过头去脸上满是哀哭 一日顾省斋来到小镇开铺 路上给鲁大夫结了药钱 说最近镇上来了不少东厂的番子 鲁大夫也听闻子事 说可能是东厂的二当家门打又来 顾省斋试探性的问了问鲁大夫 是否认识欧阳年 鲁大夫只说不识 正疑惑之间 乔庄的杨姑娘快步走过留下纸条 纸条中告知鲁大夫 顾省斋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正在开门的顾省斋 瞧见了乔庄的杨姑娘 心有不解便跟了上去 行之树里乱石之间 顾省斋看见了与平时 盼肉两人的杨姑娘 杨姑娘约顾省斋 在晚上与敬如屯堡会面 夜里顾省斋准时赴约 庭院中传来杨姑娘 七晚的唱着《月下独卓》 顾省斋来到杨姑娘身前 缓缓坐下 只听杨姑娘唱道 醒时相交欢 最后歌分散 永结无情有 香气渺云汉 唱罢又是雷雨交加的一夜 二人四目相对 闯子之欢 清晨暴雨过后 欧阳年闯入屯堡 惊醒二人 欧阳年要捉拿杨姑娘 随即二人晾出兵器 生死相波 二人斗志宝外 顾省斋交集追出 只见二人于长路之上 短平相接 在国树之后 二人纷纷跃下 向城外奔去 顾省斋角力不断